几片叶子居然可以通血管赶快收藏起来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百病生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中医祖方里配五常用的一个中药 可以为我们通血管 大家可以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以前我们老提山楂 今天就是用的山楂叶 山楂叶也是酸的 它也具有着活血化鱼通落止痛 化灼降脂的效果 同样可以治疗瘀血阻落心脚痛 以及中风啊脑梗偏瘫高血脂 温心病这样病症的药药 但是呢使用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病因病激辩证 加减阻发综合起来用 效果才会更好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分享一个喜讯 你的脑梗后遗症有救了 你终于刷到我 别滑走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今天我和你交一个朋友 你可以点亮小红心 不然呢 以后你想问问题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如果你也有脑梗 脑梗后遗症 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高血压 这些问题 都可以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无论是早上 晚上 只要是我看到你的问题 都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关心病不能乱停药 关心病的患者 一定要记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的患者啊 需要长期服哪些药呢 这个问题啊 在就诊的患者里边会经常问到 那这个问题本身呢 在中医文化里边是不成立的 说自古以来 有服药时间比较长的 有丸剂 酒剂 可以便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只能说现代医疗在退步了 但回到现实里边啊 有关于关心病或者是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了 经常患者会问 说我这西药停不停呢 总的用药原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也是针对我所有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叮嘱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在详细讲解之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好好的看 需要注意这些内容 第一呢 就是所有的西药 包括你吃的这些抗血栓的药啊 抑制血小板凝集的呀 避免血栓形成而堵塞血管的这些药物 比如说像塔丁类的 像阿斯匹林 这些西药 在你服用中药开始的阶段 一定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记住了 因为我们在身体服用这些西药 已经形成了一个平衡 如果你忽然停药的话 是很危险的 这也是来我这里就诊朋友 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了 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刚吃了三天塔丁 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在开始吃中药了以后 就果断的停掉它 但有的患者是问 那我这西药是不是吃一辈子呀 不是 当中药起了作用以后 你要时刻观察你的这些指标 在西医专家的指导之下 西药要逐渐量的去减 而不是突然的停 关于中程药呢 有些药可以用于急救时缓解症状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血管的新生啊 改善局部的血流量啊 比如说关心病的急性发作期 缓解心脚痛的药物 像射箱保心丸之类的 是帮助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缓解症状的 而不是长期服用 那我们给大家服用的中药或者叫汤药 是在非急性发作期 是帮助你补充气血 经络畅通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不再发生淤堵的现象 如果以上的内容你没有听明白的话 可以来告诉我 我来为你解答 已经传来喜讯 脑梗后遗症有救了 别划走 告诉大家一个 对抗脑梗后遗症的喜讯 认真听完 很多人查出脑梗 觉得天塌下来了 没救了 其实呢 现在医学已经飞速的发展了 对付脑梗和脑梗的后遗症 是有希望的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正在被脑梗后遗症问题困扰 只需要点个小红心 相关的问题可以向我咨询 我会用多年的临床经验 为你制定专业的解决办法 单身是治疗 关心病血管堵塞的绝佳中药 可以帮助我们活血化医 改善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的形成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单身如果搭配上这两位药 治疗关心病血管堵塞的效果会翻倍 大家点上小红心收藏好 这个方法呢 历经无数次的临床验证 使很多的关心病患者 避免了手术指甲 无论是血管的狭窄 低密度脂蛋白高 动脉的周样硬化 还是关心病啊 心脚痛啊 气质血瘀这一类型的 都可以来试一试 方子呢 非常简单 有单身30克 弹箱和沙仁搭配在一起 根据情况 加减用量不用特别多 5克就可以了 用砂锅呢 反复的煮 当水喝 代茶饮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呢 症状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对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呢 介绍给大家的这些食疗方法 你都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也有血管狭窄 血管斑块 动脉周样硬化 关心病 脑梗后遗症 这些问题 可以多看一看我的科普视频 希望能够让大家受益 大家在这方面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和我来说一说 或者把你的报告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呢 会帮你解答 中热 阔王 阔王